大家好 我是三喵 持猫上岗 这个开始填坑 有人说三喵三喵 你欠了那么多坑 循迹坑王三喵 这显然不行 这小尾巴跟桃桃已经说了 说必须填坑 不然的话就咬我 所以你看 在这样的淫威之下 我被迫来填坑 就是我们聊一个这个话题 大齐党的阴谋论 其实聊这个话题也是有感而发 你知道我之前 聊了很多关于俄乌战争的东西 对吧 然后也会看到有些人的留言 然后也会看到网上一些相关内容 就有些人 他们的那些话 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说支持乌克兰的那些人 脑子都被卡车给压了 这场战争 俄国一定赢 因为俄国背后有一个大国 这个大国不能输 凡是支持乌克兰的暴露的智慧的短板 因为他看不到这个国际政治是一举棋 看不到国际政治可以无所不用其击 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大齐党 假音谋论 那有人说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 你是谁 对吧 你自己到底是下棋的还是你的棋子 这我不用多说 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就是一将功成万古哭 你是那个不是那个将 你是万古当中的一个 对不对 对吧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说什么 我们听起来 不好意思 你是那个代价 这话我不用废话了 那我们才想点别的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下棋你总得有对手吧 对不对 你的这个水平跟对手的水平怎么样 而且这个东西 你所谓要达成你的目的 我们归根到底达成目的 除了实力是什么 除了你的实力 俄国不是有核弹吗 看起来实力不是很强吗 就算他在战场被打得比青年主 他不是有核弹吗 看起来不是实力很强吗 除了有计谋之外啊 这是所谓的大齐党和阴谋论 非常喜欢搞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的道义 你没有道义 你什么都干不成 大齐党和阴谋论者 特别喜欢把这种道义给撇开 我之前讲过一些节目的时候 他们说三秒你太幼稚 那说我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说我这个 你把这个道义看得太浅了 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的 OK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对吧 首先对吧 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只有实力强弱大小 最比的话 那么当你自己不顾别人的时候 请甘之如頤的被铁拳爆锤吧 这是第一 第二 谁说道义不重要的 那比如说三国的故事里面 为什么曹操终究都没有称帝呢 他有这个实力啊 他也可以玩轨迹 他为什么没有称帝呢 对不对 来我们讲几个国外的故事 你比如说这个凯撒死了以后 当时古罗马啊 这个能够征询的两位 安东尼和乌大维 对吧 可能熟悉西方历史的朋友是知道 你要说起来 这个安东尼 他的这个计谋 他们计谋其实很好的 有人看那个爱奇艺后那个电影 包括有人看一些书 或许安东尼就是一个头脑简单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傻瓜 不是安东尼的计谋挺好 而且安东尼说实话 实力比乌大维要好很多 咱们举一个案例啊 就乌大维当时凯撒死那会儿 他18岁 而且这哥们体弱多病啊 病厌厌的 对吧 那很多时候都卧床不起 咱们举例子 这个公元前42年 菲利比战役 那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安东尼和乌大维 再加上那个雷毕达 后三同同盟 要结合起来 联合起来去 清剿刺杀凯撒的逆贼 安东尼带一支军队 乌大维带一支军队 分别去对地 一个是对卡西乌斯 一个是对布鲁图斯嘛 结果呢 这乌大维自己的军队大败 安东尼的军队获胜了以后 反过来把乌大维的军队给救了 你看到没有 你要从军事实力上来讲 这个乌大维比安东尼差得远 而且你要说战场计谋上来讲 你要说起来 这乌大维能比得过安东尼吗 那可未必 只不过他也有一些 自己信得过的将军 你像那个阿格里帕 但是这个乌大维有什么 有道义 对不对 他的这个道义 你甭管他装出来 还是真的 但是人家真有 人家真的就公布了凯撒遗嘱 而且凯撒遗嘱里说了 说这个我死之后 把我的这个很多的财产 分给那个 就是跟随我作战的将士们 对不对 当时那个乌大维公布凯撒遗嘱的时候 安东尼把持朝政啊 那不给 对不对 那乌大维说了 我宁可算尽家财 我都要给这些将士们该有的东西 那当时那个阿格里帕就直接说了啊 说你不能这么干 你要是这样 咱们就破产了 咱们再也没有军队了 乌大维直接说了 说我如果吝惜这点钱 我就算有了军队 道义没了 我拿他干什么 对不对 当然我们知道 后来这个安东尼 他去这个远征这个帕提亚 或者你可以叫安息啊 为什么要征征征这个地方 他本质上也是一个计谋啊 对吧 这个乌大维有这个凯撒的遗嘱 我暂时动不得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能立下不是战功 我能够立下超越凯撒的战功 那这个时候凯撒遗嘱 是不是就可以商量商量了 对不对 那什么叫不是战功呢 罗马就面了帕提亚 这个地方啊 当时罗马的前三头之一 克拉苏远征至死 战败身亡 那凯撒呢 生前想远征至理 也未过 那么安东尼就去 想着办法去征服帕提亚 结果到最后是兵败而归 然后这才有了他和埃及彦后的故事 他和埃及彦后 真的是两情相业吗 才不是呢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你给我装什么妖啊 也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啊 这埃及彦后 有一个凯撒的这个儿子 叫凯撒里昂 他是想着 靠着这个凯 靠着这个凯撒最信任的骑兵将军 安东尼 我靠着军事实力 我能保险了凯撒里昂 是罗马之主 而安东尼 他想的是什么呢 我这个远征帕提亚 已经是军事上大败亏输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回来 我依靠埃及彦后 对吧 这个托勒密王朝 他的海军 以及他的这个东方 附庸国的军队 来重整旗鼓 你看到没有 一步一步都是实力和计谋的算计 那当然 你这样是要有代价的 我自己很多社交网络的签名 Freedom is not free 但是我想说 Everything is not free 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 对不对 你得了埃及彦后的好处 你的代价是什么 所以安东尼给了埃及彦后 和他的儿子很多的特权 我把很多的地中海的一些行省 那些东西 我化归埃及所有 而且 这就是卖国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乌大为终于逮出机会 说 你这就是叛国 你这个就不是一个 罗马人该干的事情 那 这就是国贼了 就像当时那个元树称帝之后 大家群起而攻 甚至连吕布都讨伐你一样 所以后来的亚克星海战的时候 我们说 乌大为的军队 那是从 意大利带来的这些清兵战斗力 包括忠诚度都是可以指望的 但是安东尼 因为你没有了这种道义的名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这一步一步的阴谋 到最后 也是终究归于幻灭 最后他跟埃及也后 不都死了吗 对吧 类似的还有比斯曼 有人说比斯曼是不是大旗的 看起来是 但是比斯曼他在统一得意志的时候 一步一步一步 都是要打着道义的旗号 你没有这个道义 你很多事情是做不做不好的 你比如说 当时比斯曼跟法国要开战的时候 普法战争 搞了一个电报吗 对不对 就是比斯曼一定要保证 这战争 可能是我想打的 但是在表面上 在明面上 一定是你来打我的 一定保证 我不是开第一枪的这个人 这个我在道义上 就能站得住脚 而且我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同情 当时这个普奥战争之后 这个德意志邦联的很多的小邦国 已经开始倾向普务 这让法国皇帝拿破仑三是不满 我们知道这个拿破仑三是他自己搞那种 就是战狼外交 把他自己称立之后 觉得自己 世事都可以跟他那位叔叔去相媲美了 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呢 对不对 各种战狼外交说 这些德意志邦联 结果我同意了吗 对不对 这个犯我法兰西的思远必诛 然后惹的那些德意志小邦联 特别害怕法国 特别反感法国 这么 一段时间的操作之后 这些德意志邦联都已经跟法国 本来关系还凑合 已经疑心疑德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搞了一个电报时间 对不对 当时那个西班牙王位空缺吗 对不对 本来是想找着一个德国 普鲁士的霍亨索伦 那个王室的一个成员去继承 然后法国就怒啊 神经过敏 到处都是敏感点 对吧 你什么意思 你普鲁士在东边 西班牙在西边 两个都是一个家子 你想对我通往不归 说什么都不行 于是 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霍亨索了 那贵族一看啊 算了 你这种态度 那我不继承王位了 我服你了 还不行 就这 法国大使你知道吗 不依不饶 跑到这个普鲁士的这个国王 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那会儿在泡温泉呢 人直接闯到浴室门口 要求求见威廉一世 这是不是很无理啊 对不对 那威廉一世说 不见不见 这个法国大使 要威廉一世去保证 将来不会有 霍亨索伦王室的人 去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威廉一世说 不见不见 我绝对不见 我之前 那个霍亨索伦王室的那个人 已经 已经发过保证了 我什么要见 结果把这个 法国大使给赶跑了 然后这威廉一世 气愤不过啊 给比斯曼 发了个电报 把这事情 前因后果 都给写了 说这法国大使 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对吧 直接冲进我这澡堂子里面 你想干嘛 对不对 比斯曼 当时跟那个 德国参谋本部的毛旗 罗文他们几个人在吃饭呢 其实普鲁是已经准备好 跟法国开战了 但是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道理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一看这封电报 比斯曼说 好 我把他修改一下 事情前因后果不提 我就说 法国大使求见普鲁士国王被粗暴了赶了出去 而且普鲁士国王用了一个副官把他给赶了出去 这一下登到报纸上法国人怒了 一看就是啊 犯我大法兰西者虽远必诛 对不对 你这把法兰西的国格都给污污到了极致 而且这个法国跟德国的副官还不一样 德国这种副官一般都是这种高级军官担任的 法国这种副官就是你可能就是连第一级官都不是 你随便找了一个小兵就把我打发了 好 法国人这下怒了 我要向普鲁士宣战 好 这一下就让普鲁士得到了道义上的这个支持 各国都不会在帮助法国 所以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你为了达成目的 除了实力和计谋 你怎么能说道义不重要呢 这些大齐党们 这些阴谋论者 总是忽略各种问题 这道义呢 对不对 你再比如说日本当年偷袭珍珠港 这算是大齐吗 这算是阴谋吗 算啊 对不对 但是当年山本五十六 一二三三三 告诉日本驻美国大使 一定要把驻对美国宣战书 在开战之前半个小时 给到美国什么 道义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道义上做不好的话 那么将来日本 如果被美国打成什么样 都不奇怪 结果果然在这一块出事了 对吧 伊甸园 由于各种原因 就耽误了这种翻译 结果到后来 等这个电报交给美国那边的时候 珍珠港那边已经炸的热火朝鲜了 这件事情 在让日本在道义上万劫不复 所以后来美国 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用原子弹 到底合不合这个规矩 你日本一开始 道义上你做成什么样 就不要怪美国不客气了 因为日本是不宣而斩的 所以说他这个样子 所以说讲了半天 大欺党和阴谋论者 特别喜欢去用这个和用这个 完全忽视这个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句话 孟子说的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对吧 得道者天下助之 而失道者 亲戚叛之 这活生生的历史教训 所以谁要是再去相信大欺党的阴谋论 我只能说第一 这个人没有脑子 第二 这个人的心被狗吃了 当然我过去教书 我也是经常跟我的学生去讲这样的一些理念 不要去迷信这种大欺党阴谋论 包括有些学生说 老师 珍珠港是不是美国人的阴谋 故意让日本人去偷袭 老师 911是不是美国人的阴谋 我想我一般这么回答他们 我说 你们知道要考试的日期吧 对不对 然后你们还考不好 这是为什么 这难道是命题机构的阴谋吗 别这么弱智 对不对 说别人拿着大欺和阴谋论去骂别人的人 说别人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人 你们还真的是无药可救的 人形生物 好 咱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